過去四個月 民進黨的這個評語 就是正式不干 只有製造對立 製造仇恨 國會擴權法覆議案 遭否決後的宣講延長賽 民眾黨不缺席 二十二號晚間開獎 柯文哲炮口對準 執政黨 國會有擴權 沒擴權我還不知道 我已經看到總統擴權 不是要三大委員會嗎 你不要有權無責 那又躲起來 不只批總統賴清德 成立三大委員會才是擴權 柯文哲更為自家立委 黃國昌抱不平 清鳥創意 柯文哲幫回籍 黃國昌始終如一 但跟藍茵太過黏梯梯 柯文哲似乎不是很滿意 從今天開始 台灣民眾黨要有主體性 要有主動性 要能夠跟人民提出我們的想法 然後再跟大家講說 你們公民黨民進黨 這樣是錯的 這樣是錯的 等到賴清德正式公布生效以後 立刻啟動國會聽證調查程序 好不好 好 撇開氣傷傳言 柯文哲黃國昌合體 先搶救政黨主體性 參選黃成波 許選安森少組台北採訪報導 魯 尹 雷 雷 感谢观看